投訴到我們啤梨晚報都接台一陣一日 投訴到我們啤梨晚報都接台一陣一日 超過24小時 不知道他怎樣做 他發動了 發動了藍絲的支持 超過24小時 不知道他怎樣做 他發動了 發動了藍絲的支持 可能會用一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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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 今天又有我出現的啤梨晚報 我是啤梨 旁邊的白色衣服是林康 請大家搞清楚 否則我在街上就吵架他 剛才我們回來了 其實今天 或者這幾天的節目 我還未再看的 大家都發覺新有些特別的情況 第一就是因為 因應YouTube現在對我們這些所謂異見者 我覺得美國佬說YouTube也很有問題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機制都不能說他完全錯了 因為其實是給你上訴的 但你上訴完之後 可能會錯過黃金收廣告 觀看數的時間 這種打擊 我們作為一個在共產黨 卵液底下生活的香港人 當然是知之甚長 也都明白 這是必然會來臨的情況 除此之外 大家會發現 我們好像沒有一些開放 因為YouTube的版權是比較複雜 有時我們用一些開放 就算我們用影片的影片主 不介意也好 可能因為YouTube自己也怕 有些法律問題 所以反而令到我們的播放 更加麻煩 不方便 不方便 看看我們有沒有其他方法解決 稍後時間 暫時這段時間 其實有沒有影片 我覺得都不是很大問題 反正每天都超市 不是 特別是重溫的朋友 根本都沒有影片 我們都切了 所以其實都沒有所謂 最遺憾的是 我們不能唱歌 清唱 唯有 我覺得不是的 我覺得如果有部琴 或者有結他彈 都可以的 那我部琴就拿回來 其實我有空 看看有沒有時間 我們就自彈自唱 是 活 靜靜 像是湖水 他是萬人摸骨 我現在這樣都可以 全為你 放棄生氣 好了 等一下 我們下次上來 下次上來 如果我們做個節目 是不商業的 不收錢的 直接是不收錢 是不是可以唱歌 都不行 收個VB 現在玩得很囂張 沒有辦法 是否這樣搞 始終要我們回答個商法問題 所以你要 有些要咪口說的 咪前一點 是可以說的 你要打給老少 OK 沒辦法了